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05年以前是由劳基法所保障的 我们可以叫它劳退救治 2005年以后则是由劳退条例来规定 那我们就叫它劳退心治吧 救治和心治的计算方法不太一样 不过我在这边没有要解释怎么算 因为我们必须先知道的是 收费员在2008年才被纳入劳基法 所以在这之前从救治到心治都没有他们的份 而且使用劳基法的收费员只有一部分 也就是有通勤费聘用的临时人员才又被纳入 另一部分因为是有人事费聘用的约顾人员 所以无法纳入 啊靠 只差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因为政府破碎的人事政策 才有了明目上的差异 但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临时人员还是约顾人员 他们所做的工作 跟大多数你在做我在做的都差不多 不是所谓临时性 季节性 定期性的工作 而是一年365天 持续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作 照理说应该用一般聘雇 而不是用这种一年一聘的雇佣方式 这只是政府为了让他自己看起来去过没人风 看起来很瘦 很苗条 然后大声宣扬这是所谓的精简 结果减掉的是这些收费员的权利 他们甚至无法受最基本的劳基法保障 就像减肥用出方法 就会减出一身病来 这个大家应该就懂了 再换个糟度想 就算真的有什么万不得已 我目前还想不到的理由 要用一年一聘 那也应该让这些约聘雇人员纳入劳基法当中 毕竟这是劳工最基本的保障 可是现在看起来 我们的政府却在带头剥削劳工 就因为这些收费员不是用劳基法 所以他们所累积起来的退休金年资 全部都被斩脚通步 用不知道哪里接来的资源切割刀 我们并没有 解他们这个申请的目的 这个不是我们并没有教他们的插解 我们并没有参与到其中 这样的权力损失有多大 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 一共15483年 我们接下来请到在机车行工作15年的小文 虽然听说他住地保 但他不靠爸 不靠妈 不靠家里 不靠国家 只靠自己的双手打拼 每个月领35000元 就这样过了15年 依据饶退就职的算法 每一年的年资 都可以换成两个月的退休金 也就是说 小文可以换得15乘以2 等于30个月的退休金 再乘以月薪35000元 总共是105万 那我们再来算一下 一个在收费站工作15年 每个月同样领35000元的收费员 可以领到多少退休金 你现在是不是脑袋一片空白 如果是的话 恭喜你顿悟了 这根本没得算 因为他们没有退休金 但是收费员也会老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收费站工作 却因为约顾身份而没有退休金 政府也知道 在这样下去 代际已经大掉 所以就设了一个离职除金 离职除金指的是 政府每个月拨薪水的3.5% 到收费员的离职除金账户 收费员离职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笔钱带走 等于是当作收费员的退休金 但是我们也可以来算一下 这个美其名保障收费员的离职除金 到底是保障收费员 还是在帮政府省钱呢 在房门做到 收费员每个月可以存入 3万5千乘以0.035 等于1225元 一年可以存入 1225乘以12 等于14700元 那么15年就可以存入 14700元乘以15 等于22万0500元 诶诶诶 大家还记得 小文的退休金是多少吗 105万诶 105万 这中间的差距 应该足够让大家了解到 为什么要要年资了吧 在进入下一个诉求之前 我们接受现场call in 来自台北市答案局的黄小姐 请 高工局说政府有给收费员支钱费 而且他们还帮收费员 争取到加发7个月的薪水 现在那边抗资 根本就是太能力得胜进食 还想要别人同情他 please 同情我一下好不好 好的 谢谢黄小姐的发问 没有错 高工局的确这么说 但事实上 支钱费根本没发 7个月也不是他去争取的 这7个月的未租金 规定在金检能源优惠退离办法中 本来就该发给收费员 高工局居然还拿这个当作正极来说嘴 真是不得不说 做人要有量就才行 如果你听得懂第一个诉求 那么第二个诉求应该也难不倒你 第二项诉求是补劳保 当你老了被领劳保给付的时候 你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一次领完 另一种是每个月领一点 这两种的给付计算方式不同 我们在这里把问题锁定在一次领完的情况 在一次领完的情况下 你能领到多少 是根据你退休前三年所缴的保费 薪水越高 缴的越多 能领到的也越多 所以对收费员来说 假设原本的薪水是3万5千元 而远通所开出的职缺 大多是2万元出头 这两者间的差距 不只是每个月的薪水多寡 还可能让他们的劳保给付大幅缩水 而所谓的劳保补偿 其实是被规定在 供营事业一段迷营条例当中的 可是收费员所属的月顾人员 却又再次被排除在外 这就是现在的约聘雇人员 所面临的处境 既不是公务员 又不是劳工 我们的政府 当初利用这种错误的人事政策 规避雇主的责任 令人遗憾 真正令人叛为观止 现在又不愿出来面对 解决劳资争议 只顾选举 不顾劳工 一不小心就流露出 这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至于最后一项诉求 是多元转制 总算不用再看一堆数字了 远通在合约中承诺要转制所有的收费员 并且保障五年的工作权与薪资水准 但是这就会发现远通集团 根本没有足够的合适职缺 能提供给收费员 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是个先进的国家 难道这些东西都管不好吗 而且收费员这段时间被远通一直玩 很多人早就被玩到怕了 所以这就会才提出这个多元转制的诉求 要求远通履行保障薪资水准的合约 除了在远通集团底下工作 能有薪资保障以外 在高工局系统底下 像是休息站的旧东洋 新西洋等门市工作 也可以有薪资保障 但是这样的职缺还是不多 所以也希望能让收费员自己去找工作 如果薪资不及收费员时期 远通也应该补足 让远通确实遵守合约 付他该付的钱 收费员的工作权才能得到保障 回过头来说 收费员的老雇主 交通部 高工局 难道可以以一年一聘为由 就免除一切的雇主责任吗 劳资法第九条规定 即使合约里说是一年一聘 但如果雇主在合约结束后 立即签约 也应该视为连续性的工作 雇主不得任意解雇 高工局说 解雇收费员是依据劳资法的第四一条 在业务性质变更 有减少劳工之必要 又无适当工作可供安置时 才能解雇 但是高工局看法条 居然只看一半 完全不顾法条中 无适当工作可供安置时 才能解雇的规定 直接弃收费员于不顾 政府早在约末十年前 计划要使用电子收费的时候 高工局就应该要有计划的 逐步的安置收费员 但是这几年来 高工局从来没有积极的安置计划 也从来没有和收费员进行讨论和协商 却在去年年底一次大量解雇收费员 又再一次用不知道哪里借来的次元切割刀 用一年一聘为理由 切割高工局和收费员之间的雇佣关系 讲到这边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收费员的诉求了 要年资补劳保 要的补的 都是政府在错误的人税政策下 牺牲的劳工权益 多元转制 则是要高工局负起雇主的责任 要远通负起旅行合约的义务 诉求讲完了 让我们再接一通现场call in 我们欢迎来自台北的 呃 六十黄小姐 哦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专业 害我都被你启服了啦 但是哦 我还是看不懂啦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激烈呢 其实都没有解决办法了嘛 好的 再次谢谢黄小姐的发问 其实呢 这就会也想要在体制里解决 毕竟抗争是很辛苦的 之前在交通部召开的学者专家会议中 学者专家已经表示 应该还给收费员年资 补偿劳保损失 可是交通部还是不采纳 不负责 不面对 所以会议才会一开再开 却还是没有解决方案 还有在劳工局的调解会上 调解委员建议高工局 应该负责安置收费员 如果真的没有职缺 就要节清年资 给收费员退休金 交通部的代表既不同意调解委员的建议 又去决让劳工局进行仲裁 所以体制内的管道 不是收费员不要 是交通部不要 是政府不要 再加上收费员的抗争行动 长久以来都在新闻上被封杀 但是远东集团却可以轻易地用钱 就买到四大报的版面 高工局也可以轻易地在他们的网站上 公布假的真相 抹黑收费员 然后用尽一切手段 威胁利用分化劳工 不断不出钱 还扮成马匪 跟我们打来打去 不这样 中国内容可以到粉丝专业上讨论 网路上甚至出现了假的粉丝专页 也不断有人在散播不时谣言 说收费员只是想当公务员 才出来抗争 但事实上 他们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以后也不会是 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这么要求过 看到那些有心人士 真不禁让人想问一句 你谁派来吧 最后我们一起来想一件事 电子收费上路后 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 比较不会塞车 吗 我们似乎也只能想到这个我们也不确定的答案 但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1191位收费员被非法解雇 失去年资 折损劳保 政府花了四十几亿拆收费站 每年还要给不缴罚款的远通 17亿的BOT违办费 然后让不缴罚款 不履行合约的远通 算走用路人的钱 至于 领纳税前的高工局公务员 则是花时间抹黑 分化 威胁收费员 这些就是ETC带给我们的改变 收费员绝食至今已经接近200个小时 已经有人不堪负荷急送医院 但已经和资救会开过无数次会议的交通部 至今唯一的回应却是 不懂收费员为什么要抗争 当初为了自己的官位 马上跳出来 内傻新闻版面的夜大部长匡时 呼吸画面 通过SNG连线传片全台 这一次 怎么当起省与少男了呢 从来没有一个收费员想过 却有在街上抗争的意见 但是 面对只顾赚钱 唯利师徒的远通集团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 没有担当的政府 面对这些只顾选举 不顾劳工的政治人物 收费员 已经退无可退 只剩下这条 抗争的入理